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化騰等47名中國富豪樂榜兩會 這批人得從接任 中共政權第14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3月5日正式開幕 北京在會上公佈了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5%遠遠低於國防開支預算7.2% 即將下台的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明確呼籲軍隊要加強備戰 中共當局稱已擁有超過200萬的軍力 加上今年超高的軍費開支 中共諸多備戰動作已受到西方國家的高度重視 美國國防部明確辭出 必須要為與北京當局發生無裝衝突做好準備 美國與中共的決戰似乎已不可避免 未來在中國海域與南海 將可能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爭 據《紐約時報》最新報導 北京政府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對台灣咄咄逼人 霸凌南海周邊小國和黑日本 還以偵查氣球侵犯美國領空等行為 受到美國及其盟友嫌疾 美中關係全面惡化 美國國防部為今後可能與中共開戰早已做出了部署 美軍陸戰隊去年3月就在夏威夷成立了第三陸戰隊奔海作戰團 該戰團的訓練任務是如何在遠東與中共軍隊打仗且贏得戰爭 最近該戰團在南加州進行10天演訓 報導將這次演訓稱為生死板竹未創地點在加州四個不同的軍事基地 美軍參謀認為一旦與中共開戰 戰場範圍可能包含沖繩、台灣、馬來西亞、吸含蓋南海爭雨倒墜等第一道鏈 這次演訓非常重要 美國有6位將軍道場坐鎮 包括現任海軍陸戰隊司令大衛、北傑、張士滿、張一齊 研討制定今後的訓練目標和作戰方案 美軍第三陸戰隊奔海作戰團在今後的幾年 將馬不停提感訓練以應戰中共軍事強權的擴張 5日中共全國人大會議在開始前舉行了代表通道採訪活動 中共軍方代表美女少教朱月蒙接受了採訪 外形美麗的朱月蒙燕年33歲 在中共官媒的報導中 從未提及他過去立下何種戰功 都沒有任何特殊經歷 年僅33歲的他竟然能一躍成為200萬共軍的代表 引發外界質疑 據中共央視新聞報導 朱月蒙是海軍遼寧艦的政治教導員 也是艦上唯一的女星基層主管 朱月蒙自稱擁有10年的海艦工作之力 他從海軍航空大學研究所畢業 隨得碩士學位後 2012年就到遼寧艦服務 先後在艦上的作戰、機電、航空等多部門任職 短短8年就升任少教 還在去年被損為所謂的全軍優秀政治教員 與其他虎虎虎在部隊裡苦幹實幹的基層官兵相比 朱月蒙一路來備受關外 無比順遂 對此網民紛紛熱議並調喊說 女少教表演得不錯 原以為只有軍隊民工團的文藝兵才這樣 與美軍航母打幾仗 打贏了再出來吹嘔都不像 這個女的打過手槍嗎?不像軍人 我看了女少教的演講 我堅信中國大陸 航母沒有戰鬥力 如果與美軍開戰必成把算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在涉高層換屆的全國兩會期間 各地紅色效忠頻出 雙搖市民發布的短片顯示 雙搖中學生上週末 以紅衛兵著裝上演紅色意識形態秀 並全程得到警方的護航 當地傳媒人稱 官方選擇讓紅衛兵們上街遊行 還因為當日都是兩會重頭戲的人代會開幕日 當地官員試圖以此獻禮 雙搖市民徐先生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當地市民對此並不賣帳 學生們都不是從心裡去認同這種形式主義的表演 一名要求匿名的廣東律師指出 大家都豪返感 甚至是擔心國家加速度退回文革 並隨著經濟下說 從年輕人的白紙運動到老人的依暴抗爭 都顯示社會矛盾加劇 在這種背景下 習近平希望用更嚴厲的手段管控社會 他無法判斷是否真的倒退回文革狀態 但是就目前而言 整個社會對此並不賣帳 他說在廣東這個地方 看這種東西就是一個笑話 絕對不可能發展成 重慶薄熙來時代那種鋪天蓋地的紅色運動 雖然我是覺得不可能 但是在過去十年確實是變化很大 估計他在想面臨各種危機 各種利益訴求主體上街 他當然希望大家都可以洗腦 盛跳中字母唱紅歌 但是40年的市場經濟活動下來 在短時間裡 他在舉國範圍內這樣做 肯定困難重重 另一位來自上海的企業家則指出 隨著財政赤字日趨嚴重 現在各地的官員壓力比較大 但是這種危機會在社會的各層面發酵 而隨著壓力劇增 沒有全面反思無色治理悲劇的社會 重回到那種悲劇都是必然 據The Equal Times 報導 中國網絡寫手 有大五毛之稱的周小平 最近在微博帳號上添加了 14届全國政協委員的頭喊 證實他已經是中共政協委員 中共全國政協會議於3月4日開幕 周小平3日在微博上建議當告 建立台灣分裂勢力人物核名單 和發佈懲戒令制裁支持台灣獨立的企業等 他還提議在對台特別行動期間 任何人都可以將名單上的人抵捕或擊斃 不僅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還能獲得勳章 對此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兵教授楊浩表示 周極言論非常狂妄無理 具有國際恐怖主義的特點 楊浩指出中共政權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 周小平提議違反國際法 違反中華民國憲章 違反人類文明的訴求和基本價值觀 應該要公開託法 據表示整個台灣文明秩序應被捍衛 雖每個人都可自由發現 但言論自由不應該踐踏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與和平狀態 所以我覺得非常憤怒 色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宋依評論說 中共幾十年艷空大陸網絡中庸周小平這類人 教他們操控輿論和民粹主義對民眾進行洗腦愚問 中共將人大和政協稱為中國社會的代表聲音 但其實就是中共的政治花瓶 舉手機器 現年41歲的周小平早年和其他人合作開辦黃色網站分配網 2009年因涉從事色情業務遭當局底部 但後來周小平改變了發財路 專門寫吹捧共產黨反西方文章的網絡文章 並獲得眾宣布常識 目前中共人大和政協兩會正在召開 英媒BBC對比2018年的中共兩會名單 發現半次兩會竟然有47位個人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民營企業家 不再繼續連任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在曾被視為中國經濟寵移的網絡行業中 有許多巨頭紛紛從兩會名單中落榜 據陸媒報導 他們包括騰訊CEO馬化騰 網易CEO丁女百度CEO李彥宏 京東董事會主席劉強東等人 而目前處於債務違約困境中的房地產大佬們 都有多人離開 包括恒大的許家印 銀泰的潘國軍 西貿集團董事長許榮茂等人 曾經的教培業領軍人物余敏航都沒有續任全國政協委員 相對於這些民營企業家們的紛紛離場 許多風頭精進的行業當家人 成為新任的兩會代表和委員 據英國BBC與胡韻研究院合作的調查指出 從最新統計數據來看 有81名出席今次兩會的代表 委員們的個人身價超過10億美元 其中包括41名人大代表和40名政協委員 他們中有31人都是今年新任的兩會代表和委員 有不少人都來自人工智能、醫藥和新能源汽車等行業 好像是雙湯科技董事長湯曉歐、 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 證源製造商華控半導體董事長張素心 以及360安全科技董事長周鴻偉等人、 呂美時政評論員、藍術對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現行的中共制度下 得以致富的那些人都是靠官商勾結發財的人 他們賺夠錢再為中共體制站台 這81人是被中共挑選出來做代表、委員的 台灣財經專家王世聰表示 新一批正商紅人崛起的同事 舊的一批商人及相關聯的黨政勢力將全部退出 這意味習近平完全掌握了常述產業界